鞋血的猎狗打载了狮子王 结果让狮子王一顿吐 今天狮子王带着他的妻妾 横扫了猎狗的巢穴 猎狗在远处不赶过来 眼看着同伴被狮子王直接拿下 这是锁猴啊 历仇之敌 猎狗啊 它这几年混得不错 繁殖的速度非常快 它这一位竹群呢 可以达到上百只 平时啊 一旦遇到落单的狮子 猎狗也是痛下插手 今天整个狮群呢 展开了报复行动 这猎狗也是干够呛了 而且狮子啊 把猎狗杀死以后啊 它是不会吃的 非常的讲究 现在猎狗啊 通过叫声 把队友集结过来了 数量越来越多 看这样狮子啊 有点不太顺利啊 被猎狗包围了 看看这个小猎狗啊 赶紧回入洞穴 你才安全 要不然你死定了 看看小猎狗被狮子王 惊松的一口一个 反应太迟钝了 看看狮子王一个钱空分啊 轻松拿下小猎狗 直接干费了 今天狮子王啊 绝对是报仇非常成功 把洞穴里面的小猎狗啊 都挖出来了 下手你说狠不狠 今天呢 狮子王绝对是通下杀手啊 一点机会不给猎狗 但是猎狗的包袱心理啊 非常强 一旦有机会啊 绝对会猎狮子的 现在狮子王落单了 这个母狮子全部跑掉了 只剩狮子王 结果遭到了猎狗的围攻啊 这猎狗最擅长的就是涛钢 草原生的二哥啊 刚上课主任 结果啊 李师傅王也干费了